令人心动的offer3,不那么正式的首播上线了,在正片播出之前,节目组先释放出了八位医学生的面试章节,以共粉丝先节等待之极,毛不易斩绿茶功底,周深无奈接招,节目组邀俩宝,虽然主线人物在于实习生们,但节目最大的流量还非周深和毛不易,两人在参加前就是好友,这次相聚在一起,节目效果没话说, 在讨论职场就餐礼仪的时候,毛不易问利益镜,作为领导,会注意到底下的员工谁先开始吃吗? 后者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表示会注意的,而且这个问题关乎职场礼貌,在两人讨论激烈的时候,身边的周深弯下腰去拿底下的水,结果被全场注意到,金的周深表示自己就是喝个水而已 这时喜剧人毛不易,就展现了自己绿茶功底,阴阳怪气道,老师说话就要喝水吗? 真是不敢相信,惹得周深,拿着水都不知道该不该喝 两人的双人相声是节目一大看点,在严肃面对考试环节时,能适当调节一下气氛还不突兀,难怪粉丝调侃,节目是腰到俩宝了 阵容基本全换,这季选题很日常,51分钟的时长,说是首播真的不过分了,这季节目的命运比较多传 在主星谷双北组合并没有现身首期录制现场的时候,粉丝就明白,这季的阵容不止大换鞋这么简单了 果然,确定人员之后,除开周深是参加过第二季节目的,其他嘉宾都是已经更换的 中心主持人请到了孟非,辅导她的是在新乡亲大会就有所合作的纯业 明星加油团的大哥是胡海泉,虽然没有在哥哥唱跳综里成团,但芒果给打的后续资源还是不错的 他坦言自己也是开公司的,在员工中最让他脑磕疼的就是95后的孩子们 因为觉得自我意识太强了,来节目就是想看看跟他们的差距,这也太写实了 两位弟弟是周深和毛不易,两位都是学过医学方面知识的,迎合了这季的理论储备 相较于前几部分嘉宾,只能干看着而言,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观众解惑 最后就是收回专业人士了,易金丽老师之前是做记者的 而陶勇老师则是医院的眼科主任,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在阵容上相当专业,这季选题也比较日常,医生这个职业大家在生活中都有所接触 更何况,参与的八位医学生言行上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模样 入座时的社交恐惧症不要太真实 Offer3播出后,周深竟遭纳因他们没完没了打电话,原因笑掉大牙 众所周知,令人心动的Offer迎来了第三季开播 周深,毛不易,吴磊,胡海权,孟非,张纯业 带我们走进熟悉又陌生的医生这一职业 当然,医生这个职业,大家在生活中有所接触 更何况,参与的八位医学生言行上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模样 可以说节目不仅贴近现实,而且对大家有激励的作用 而学过牙医的周深,对这个主题可以说是很有共鸣 节目中,周深说的话总是会打动人心 说医生他们可以是超人,也可以是天使 但别忘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 这话真的很难不赞同 在现场也是京剧评出,也让现场爆笑不断 把毛不易都带偏了,他们俩互相拆台欢乐多 近日,周深在宣传令人心动的offer时 他坦言,大家通过竞争得到最终的两个心动offer 学历并不能代表一切,有可能学历较低的 这两位医学生最后表现会更好 就像当初人家撒贝宁老师说的那样 北大还行,所以节目最终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连纳英杰也不例外,叫我不要做扫地僧 随后,周深透露,心动的offer播出之后 他竟遭纳英他们没完没了地打电话 对此,大家也很八卦 而周深解释,纳英撒贝宁他们总是打电话说什么 远离家乡,远离小伙伴,有没有保送 这次要不要姐帮你拉票,点赞宣传啥的 其实我知道,他们都是要路透 这原因也是笑掉打牙 当然,疫情期间医生和护士们那么辛苦 对此,大家对offer3是什么期待 都有一种学医的冲动 期待本季医学生们在临床实践学习中的成长蜕变 感谢观看